建成老師 您現在的古海江湖地位 可是不得了了 不得了 我們近期所播放的影片 上次播放MCU 結果新唐 掌停掌停掌不停 我後昨天播放了愛情題 不得了 今天的強帽 又亮燈掌停版了 歡迎好朋友 來到大丈夫谷 海濤金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永成國際投顧 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聽眾 觀眾朋友 大家好 今天來到了7月20號 星期二了 好 好朋友們 昨天您看了二期期的影片嗎 聖誕歐爸送禮來 不只在去年12月 送上了聖誕好禮 這一顆彩蛋真的很大 建成老師 你知道你的江湖地位 現在有多強大嗎 你播放了MCU 新唐的影片之後 然後新唐就蹦蹦蹦蹦 從80塊一路這樣飆上去 創新高 然後建成老師在節目公開了 創緯 6104創緯之後 亮牌 第一根掌停 從一開牌之後 就是後面跟著掌停板 掌停板掌停板掌停板 又後面又四根 因為一共五根 就是後來投信就天天買進來了 對 沒錯 新唐也是投信 最近天天買進來了 是啊 連其他投顧的分析師 全都跟進了 都跟進了 對啊 你知道這種 這種強大的江湖力量 連昨天播放了二集體的強茂 其實強茂也是之前 我們有操作的一檔股票嘛 然後昨天播放了 強茂的這個影片之後 今天的強茂 亮燈掌停板了 對 其實強茂已經是 去年12月的影片了 想不到昨天拿出來播 一樣 還是有效果 對啊 所以我們的訂閱數 從 我已經有跟各位講 我們三個月前 四個月前 我們訂閱數不到一千 一直到昨天 我們的訂閱數 已經破一萬四千 八百 九百多了 已經快了 我想今天應該就破 一萬五 就會破一萬五了 好 我要再更新囉 對 今天就會破一萬五了 所以我們這一波 我們這幾個月這樣子 大丈夫在古海江湖的地位 已經算是來死雄雄了 我就跟各位開玩笑說 你們看我 在武林大會之前 沒有人認識楊過 對不對 剛出古墓的楊過 我沒有人認識 小龍女沒人認識 在這個大聖莊的武林大會之後 怎麼樣 一見成名 好 來 所以同樣的 我們來看今天的這一個強茂 我們昨天呢 跟各位 在影片裡面 對不對 我不是特別播影片給你看嘛 我們昨天19號 我們盤中把這個強茂的影片 拿出來放 告訴你什麼是二字體 那時候我還打扮成那個聖誕老公公 在去年聖誕節的時候 把強茂的優勢 特別拿出來跟你講一遍 還有台辦 今天的台辦表現也很強嘛 也是大長 沒錯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強茂 好 來 盤中漲停本 盤中碰到漲停 是 有沒有 有 今天的大盤不好 這麼強 你有沒有敢去追高的 嗯 蛤 強茂可以看一下最近的營收一直往上 有沒有 因為二極體嘛 那我們當初影片也跟你講 他開始要切入什麼 車用的部分 所以基本面呢 如果你有興趣 麻煩你再回頭去看我的影片 其實只有四分鐘 我很快就用這四分鐘 把整個二極體 強茂台辦就跟你講完了 嗯哼 我想今天的重點已經不是在二極體了 今天重點 你比較擔心的是這個大盤 嗯哼 你比較擔心的是昨天的美股道窮大跌 嗯 可是費半 是漲的 平盤附近 不用太擔心 這個盤 我想你比較在乎的是 我怎麼看去看這個盤的後市 是 這個盤到現在已經 十二點多已經跌了多少 快跌了三百點了 而且還在持續往下 所以 這個盤我想你會擔心 接下來要如何操作 我還是回頭告訴你啦 今天在跌什麼 嗯 你有沒有覺得今天在跌什麼 今天航運跌 今天不就在跌我前幾天就跟你預告了嗎 我不是在前幾天我就已經神准 教你運算什麼 籌碼對不對 來 古有神經妙算劉伯溫 現在二十一世紀 有籌碼神算建成老師 好老師教你神算 當初我在跟你講航運 你還不相信的人 來今天的航運現在多少 盤中已經七點六五%的跌幅了 看到沒 有 你有沒有看到 嗯哼 而且一直不斷往下走 我前兩天我怎麼跟你算航運籌碼的 從外資的買賣動向來看 昨天的航運 航運週 我們美麗的甜心還在 幫大家 問說老師 這個禮拜超級航運週 你要怎麼看 來不用等到明天禮拜三 今天才禮拜二 昨天的陽明 法縮開完 對 今天有漲嗎 沒有 呵呵呵 對啊 連開高 連開高都沒開高 來 你記得我當初怎麼教你算籌碼的嗎 看到沒 有 投信天天賣 我說投信做的就是趨勢 那叫什麼 大江東去 已經大江東去了 他們已經不做了 外資都是短線的 那時候教你怎麼算你知道嗎 你要不要再算一次給你看 我現在不是事後諸葛 你去看我上禮拜五的影片 昨天的影片 我是不是在這邊我就教你怎麼算籌碼 有 外資賣了八千 有沒有 你再往前 還有一個七月五號六號 兩天買八萬張 七號就給你一次倒出八萬張 我給你四捨五入啦 這邊不要跟你講人那麼老舌 那七萬八就將近八萬了 八號小買兩萬張 九號怎麼樣 賣了一口氣就倒了十二萬張 接著呢我們就在這個節目 老是來考我 每天幫你算外資的籌碼 過去這五天我跟你講 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更正上禮拜四 7月5號禮拜四 這個五千多張還沒出來 我們單單這樣算 我就跟你講禮拜四頂多怎麼樣 小買 就算他不賣頂多小買 果然小買五千六百多張 有沒有 小買五千六百多張 再來 禮拜五 上週五 小買五千多張 十二張買完沒 他賣掉十二萬張 他買完回來了 對不對 於是禮拜五就告訴你了 小心了 對 因為他要準備拉高出貨 因為禮拜四禮拜五開始反彈了嘛 對 對不對 禮拜五一口氣出掉一半 有沒有 有 昨天亮出來給你看 然後我再跟你講 那昨天呢 因為我們節目都是盤中錄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盤後籌碼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盤後籌碼 我在節目中盤中即時跟你講 才可以看出我的功力 沒錯 禮拜四 賣六萬五 禮拜五 上禮拜四 上禮拜五 昨天 連著三天 帶著你看航運股的籌碼 連著三天算給你聽 你還不知道下車 老師激動了 其實很多很多節目很多分析師都在講航運 但誰能夠有評有據 有數據的幫你做分析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解給你聽 解航運給您聽了 你不是用猜的 我老老實實的跟你講說 這兩個月我一張航運都沒有 是 我沒有航運 我知道這市場上裡面 有兩個人 有一個人手上就有航運 真的 有會員跟我說 老師你管他們去死 但老師還是花時間幫大家服務 幫大家解答航運 你關心的航運 老師解給你聽 會員跟我說 老師你管你去死 這就是建神老師的善良 就真的幫大家解了 而且用專業的財經背景 解給您聽 用籌碼神算算給你看 今天你看到了沒有 看到了 你看到了沒有 好大家是再次的印證了 建神老師的功力 深厚的財經背景 專業解答出航運類股 你所關心的航運 建神老師解給你聽了 好這連續三天的印證了 好朋友你都看到了 那所以老師那緊接下來呢 緊接下來怎麼看 今天的航運 剛剛我們看到昨天的數字 是繼續的賣 前天賣 上個禮拜五賣了六萬五千張 昨天又賣了將近三萬張 來 快跌停了 嗯 股東會來了沒 還沒來 還沒明天啊 你還要等明天嗎 嗯 你要等明天嗎 請看一下 好 昨天的高點多少 一百 一百八十九 今天多少了 今天只剩下一百八十三 高點 一百六十九了 好 現在一百六十九了 是 一張兩萬 天兒啊 差很大 所以建成老師真的都在幫大家 好我們再看 來看到沒有 快跌停了 對 昨天不是法說嗎 人家都憲征完了 你不相信你就非要買航運 我這兩天我告訴你 彈上來這邊都是套勞麥啊 我跟你講你這一波沒走掉的 彈上來你要記得走 每一個人都來問我航運 你這幾天來問我航運 我告訴你彈上來要走 那你走了沒有 你問了我告訴你 我會把我時間用在你身上了 那你走了沒有 昨天可能還有人家去追高喔 一九六嘛 有 我昨天還有聽到真的有朋友在追高 老天兒啊 老師都已經這樣的幫你了 昨天一九六今天一七一了 是 一張 又差了多少 兩萬多塊 這差很大耶 可是那邊要來走 我一直告訴你富貴要穩中求 是 大家都 只想要做航運 我也早就跟你講說 現在連百貨公司在 修改衣服的阿姨都知道要買航運的人 對啊 人人開口閉口都有船票 那你說是不是銀行情過熱了呢 我的節目製作費一集很貴的你知道嗎 我把時間用來幫助你們手上都有航運的 我就提醒你這波壇上你要走 你又不走 每天算籌碼給你聽 而且我是天天預先告訴你 都是先提前算給你看啦 好不好 好朋友們 這個就是什麼 當大家在貪婪到瘋狂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戒慎恐懼 戒慎恐懼的理由原因 建成老師算給你看 是因為有數據顯示 不是說我們在這邊告訴你啊 這個航運要回 但是是建成老師精算出來 但是如果 你能夠聽建成老師的話 你不要去碰航運 而你跟著建成老師告訴你的店子 不論是新唐 不論是強茂 甚至創圍 你看這一檔一檔 你都可以賺得到耶 他一點都不比航運長 甚至還比航運更強大的 這是昨天的節目 你們看一下 我從上禮拜我跟你講說 投信天天賣 當然拉回之後他就小賣了 可是他在12號到14號那幾天 還在高點的時候 是接著大賣 對不對 彈上來就開始小賣了 好請你看外資 我說7月5號6號連著兩天 買了8萬張 對不對 8萬張 然後呢 就是差不多7萬8 7萬9這邊 7月7號一天 把7兩天的倒光了 有沒有 9號再買1萬9千張 就差不多2萬張好了 9號呢 一口氣賣掉12萬張 先生老師都播給你看了 你想要看影片的話 您可以自己來 我們的YouTube直接來回看 昨天還有上週五的影片 建成老師如何神算航運籌碼給您聽 直接來搜尋 古海大丈夫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 好所以建成老師現在的航運 都已經幫大家解完了 能說的能講的能分析的 都講給大家聽了 來我們再看一下肋骨表現 OK 今天重災區在哪裡 就航運 在航運 在鋼鐵 是 昨天鋼鐵多強啊 一片洪洪洪 昨天一堆鋼鐵漲停 對 你去追了沒有 你去追了今天全部被套 都中彈了 有沒有 富貴 顯中求 太可怕了 為什麼要呢 那你為什麼不跟著我們 大勞鷹的操盤法 富貴 穩中求 我們一檔一檔 穩健踏實的來做操作 而且建成老師 是不是之前都教過大家了 你只要穩穩的穩穩的 每個月每個月 你能夠有25% 25%這樣累積堆疊上去 五年的時間 你的獲利可以暴增38倍 你知道我們清代會員的資金 都是五六百萬 甚至上千萬的 幾千萬的 你知道 如果我不是用富貴穩中求的方式 帶他們做的話 今天這種方式 就是 你看今天大盤跌300點 我們的投資組合 整個是穩穩的 是啊 這可以 表情就是一塊兩塊的回檔而已 嗯哼 大家對我的操盤非常有信心 為什麼 你在想要賺錢之前 你要先想到 你有沒有可能會虧錢 嗯哼 當你要攻擊的時候 你不要只想到攻 你還要想到守 嗯哼 很多人只知道要攻 不知道要守 昨天你去追航運股的人 你就是想要攻 你沒有想到萬一拉回你怎麼辦 嗯哼 然後我一直跟你講說 我在這個股市江湖 我已經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檔股票兩百塊 一天的成交量可以五六十萬張 我不是已經跟你講好久了嗎 這五六十萬張 萬一有風吹草動 要走的時候根本都走不了 就像前幾天在分盤交易的時候 你看為什麼今天 航運股沒有那麼快達到跌停 是因為還是有人想要接 嗯哼 還是有人想要去接掉下來的刀子 不限血 好可怕喔 結果怎麼樣 越套越多 你們記不記得我怎麼用三年前的國具跟你講的 對 老師已經幫你講這個例子講好多次 我講好幾次耶 真的喔 你要看影片我們都有 你都可以直接去我們的YouTube影片去看 老師把三年前的國具 一千三的國具講給你聽 結果呢到現在 現在航運又在複製了當時的被動元件 當然過去這兩個月 對 就連現在的股價也是啦 如果你是五月中的第一點去買航運 那當然到現在 你都是賺的 你不會是虧的 但是我是特別要講給 最近去追的喔 很多人 你是賣了又買 賣了又買 你都是賺個五六塊 可是呢 一套 你會被套二三十塊 的人 是 這一種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如果你的成本夠低 當然你不用聽我在那邊 說到 嘴巴轉波 對不對 可是你是賣了又買 賣了又追的時候 那你這 要真的很小心 好嗎 我要再把三年前的國具 再跟你講一次嗎 你看我們之前的節目就好啦 還沒訂閱的朋友 自己去訂閱啦 孤海大丈夫 直接YouTube搜尋 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你都可以去看見證老師 每天的節目 那老師都是有所依據 有憑有據的說給你聽囉 好那現在 老師大家最關心的是 我們這一波上來 即便我們手上沒有航運 但是我們的電子股 一樣是強強棍 不只是強冒強強棍 今天亮燈掌停辦 強冒台辦 其實我們都操作都賺 金豪科賺 經濟賺 創為賺 新唐賺 這一檔一檔的大老鷹 我們檔檔賺 這樣賺電子股很精彩 那老師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 下一檔大老鷹 下一檔大老鷹 我稍微跟你講 好 你看我節目 我沒有那麼商業性 好嗎 我還是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是 我有沒有前兩天告訴你 台積電的法說 你不用太擔心 嗯哼 我有沒有告訴你 有 來請你看一下 好 台積電 其實我們 有清代會員 我們早就在 六百跟六百一 有做過 一小趟 來請看一下 今天大盤跌成三百點 台積電有沒有跌 對 還好 沒有 沒有太多的跌 有沒有 照理說 台積電第二季財報這麼爛 利空出來 反應幾天 一天 一天 頂多兩天 因為第二天 是跟著美國的ADR再跌一次 昨天的費半有沒有跌 沒跌了 你看台積電有沒有跌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你有沒有人 台積電都不動的 跑去賣掉台積電 跑去追兩百塊的陽明跟長龍的 再被套一次 如果有 我告訴你 你不要再自己操作了 你趕快來找我 我的LINE 小老鼠 HIH888 你趕快加進來 我月底有專案 大老鷹專案 我等你來 你不要再自己做了 OK 好 健身老師能幫你 是幫到頂了 而且健身老師能給你的 絕對比你想像多更多 現在你唯一的動作 就是一指神功拿出來 直接來加入我們的LINE群組 小老鼠 HIH888 直接加入我們的LINE生活圈 在對話框直接留言 我要大老鷹專案加1 大老鷹專案加1 因為下一檔的大老鷹 正在預備被等正您一同的加入 我們再賺新唐 再賺創為 再賺經濟 再賺金豪科 再賺強帽 再賺台版都行 沒問題 我跟陳陳老師都幫你準備好 下一檔大老鷹 等著您加入 HIH888 直接搜尋 加入對話框裡頭留言 我要大老鷹加1 歡迎加入永成國際投股 陳建成分析師 古海濤金的行列 好 今天看到台股下跌大家都在看美股 美股昨天包括道瓊 包括納斯達克 S&P是下跌的 只有費半是比較穩的 老師我們繼續來從美股來看好嗎 好 我想今天會殺 你們都以為跟美股有關 大家的判斷是這樣 我認為不是跟美股有關 我說坦白的 美股當然對大家的心裡有一些影響 開盤的時候 但是如果真的跟美股有關的話 好 那其實 堅鎖股票應該都會大跌 但是我們其實300點是在殺誰 殺 航運 殺鋼鐵 看到沒有 是 這些族群也是我天天我在提醒你的 對 是不是 我天天在提醒你的 股市的錢真的有這麼容易賺嗎 有沒有 來 請你看一下 這是道瓊 道瓊今天呢 他錢高 過了之後又立刻拉回 那 很多人會以為說 那他就是一個假突破的時候 拉回 那拉回請問 漲多拉回很正常嗎 那拉回就一定要走空嗎 不見得啊 漲多拉回休息是正常嗎 對啊 你沒有看其實過去這兩個月 不就是在這個區間 對 在做震 這個震盪整理嗎 對 沒錯 QE結束沒 還沒 生息沒 還沒 對啊 所以你在擔心什麼 就一個DELTA跑出來 那DELTA跑出來跟之前 沒有解封之前不是一樣嗎 那股市不是這樣 天天在創新高 是 那DELTA你怕什麼 你有什麼好怕的 我們這 台灣這兩個月 我們的疫情 已經在5月中變嚴重了 請問 之後呢 5月17號 不是就最低點了嗎 15159 所以你看懂沒有 股市在大跌 不管大跌或大漲 你要想的是 基本面有沒有變 這個短線 你們做股票喔 如果真的要這麼在意這個短線的漲跌 然後要短線這樣子 這邊ㄎㄧㄤㄎㄧㄤ 那邊ㄎㄧㄤㄎㄧㄤ 我就說有一天你會很累 好 賺 賺一點點 但是 一旦 然後看不對又要跑 又要停損 東停損西停損 很累耶 真的很累 真的 不要這樣 道琼昨天有拉一個向影線 為什麼到這個地方開始有人要接了嗎 搞不好今天一疊明天又要漲了 你今天你告訴我 今天殺給你你是要來買股票還是賣股票 你有沒有又做錯方向 我們的經濟 我們昨天的節目我們跟妳講 我們創圍出掉了 是沒錯 我們有沒有跟妳講 我們沒有心糖了 有沒有 那 妳看到今天這樣疊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又是一次機會了 我們是不是又要偷笑了 妳再去看那檔經濟 我們看一下經濟 妳看到沒 出得漂不漂亮 對 包括連創圍也是 昨天出掉了 今天創圍也是拉回了 所以妳看建成老師的整個 買賣進出動作真的非常的漂亮 為什麼會員朋友這麼信任建成老師 跟著老師爛丟丟 因為老師操作很穩健 我跟妳講 我們的操作很簡單 我也講過我不是神 我不可能帶妳買在最低 有時候我們要佈局一檔股票 我們剛買下去的時候 老鷹要飛 老鷹要飛一開始是不是要跳下去 剛跳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立刻上去 不見得 剛跳下去的時候可能會摘下去 你知道嗎 摘下去翅膀展開 那個風扛上來 所以 我們的新會員請妳留意 我們剛進場的時候 我沒有保證剛進場就立刻讓妳漲 就立刻讓妳大賺 所以妳要買了立刻漲 今天摳訊發肯妳 就要立刻大賺 妳要的是這種分析師 妳不要來找我 我說真的 妳不要來找我 因為我們是大老鷹操盤 我們就是看好這檔股票的後市 我們下去 翅膀展開 我們會有兩個加碼點 我們第一次進場的時候 妳不要把錢買滿 一檔股票 我如果做三檔 妳一檔就是三成 但是妳不能第一次一檔進去 就全部三成下去 妳只能買一半就是15% 一成半的資金 妳懂嗎 換句話說 如果一百萬 我現在一檔股票讓妳買 妳第一次妳只能買15萬 如果一百萬的資金的話 然後我第二次加碼 不管漲上去去追OK 或者是下去 我再去加碼 再去做第二筆的15萬 那這樣兩檔加起來就是30萬 那就是一百萬的三成 只能一檔股票只能買到這樣 是 因為我非常強調操作紀律 所以妳一定要跟著我的操作紀律去做 我都給妳的摳訊 股價在那邊 讓妳等 沒到妳不要自己去改價 自己去追股票 因為妳追了 結果其他人乖乖在那邊等 我們可能會換一檔操作 這檔我不做了 結果妳有別人沒有 所有班級的同學 都是乖乖照顧運作 就只有妳自己偷偷跑去改價格 市價去追股票 那這樣子怎麼辦 對 老師其實會做這樣的規劃 都是有所依據的 因為老師就像 剛剛我們在看航運的一個籌碼神算 老師不只是在航運籌碼神算 其實在各股的每一檔 電子也是一樣 老師都會去精算籌碼 那該怎麼進該怎麼出 老師是三大保證嘛 我們是保證待進待出 而且呢我們都是預先掛價 還有呢我們是保證三檔 來 連投信 妳以為投信真的就是會天天買嗎 連投信也可能會怎麼樣 開始跟你做隔日沖耶 我意思說可能這家投信買 另外一家投信買 我們看經濟就好了 好 妳看到投信喔 7月16號 大買1600張高點耶 135以上耶 有沒有 昨天不買了 現在他這1600張 全部被套 全部被套 來 反過來妳看外資 這幾天都在賣 光經濟這一檔 這幾天賣了多少 4500張了 4500張了 看到沒 買個兩三天 4500張分幾天賣掉 我們是不是 已經輕鬆愉快 提早下車 對 輕鬆愉快的下車 最後一批賣在138 139 139 還有隔天還有140以上給妳走 我也沒有帶妳賣在最高 我已經跟妳講我不是神 我不可能帶妳賣在最高 如果好巧不巧賣在最高 那真的是運氣 那真的是運氣 我不敢說自己有那麼神 但是呢 妳現在看到今天經濟又只剩130了 同學們 是 我們大家的機會是不是又來了 對啊 對不對 大家看著怕妳大半在落 開始 擔心抽眉 擔心抽眉 我們是不是很高興我們下車了 那接下來咧 好嗎 懂了 因為妳也知道喔 好股票 建政老師所熟悉的好股票 不論是像新唐 我們已經來回來回來回 從五月份到現在操作了三趟囉 然後像經濟 我們也操作了兩趟以上了 好股票妳是來回懂的 高出低進 高出低進 當機會點來的時候 建成老師就會偷笑 然後偷笑就表示什麼呢 老師又要開始逢低再次去撿便宜貨了 所以接下來 在這兩天可能有回檔的時候 建成老師又看到了好股票 思憂聲 那就是我們接下來的大老鷹 所以老師接下來您鎖定的新的家立名單 新的大老鷹 可以露一點嗎 股票真的不一定要天天做 嗯 怕是怕什麼 怕是股票有好買點的時候 妳手上沒有資金啊 為什麼 全部套牢 全部套牢 那是最哀怨的 妳心想想看 五月中的那波低點的時候 嗯哼 如果你手上 你真的有套 你套一半 問題是你手上還有一半的資金 可以加碼的時候 嗯哼 到了五月底 你幾乎整個都結套了 甚至還大賺 對 就我們帶清代的操作就是這樣 我們一般會員如果你遵照我的資金紀律 你第一次進場是15% 對不對 你還有一半還沒進場的時候 嗯哼 不是就有很大的一個勝算跟贏面嗎 嗯哼 你管他指數是幾千點幾萬點 嗯 有沒有 好 所以呢 現在是7 今天7月20號 對 緊接下來到月底 是 這兩天行情震得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好機會 好機會來了 對 對 你這一波 你手上 不管你有套牢沒套牢 嗯哼 有套牢我們就是怎麼樣 嗯哼 轉股一下 對 你要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沒問題 比如說我剛剛跟你講台積電中股票很穩對不對 問題是 他今天大跌他沒跌 問題當大盤大漲他也不太漲 嗯哼 可是問題 這樣的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好好來怎麼樣 嗯 把你的資金 嗯 挪出來 調整 跟著我操作 這個疊聲的 自憂聲 然後自憂聲 對 被人家棄養的自憂聲 問題是 過兩天 法人在回頭的時候 就是 風再起來 風雲再起 這樣幫你抬腳的時候 是沒問題 所以趁著這幾天 嗯哼 月底有法人結帳 有法人做帳 7月底要結束之前 是 這幾天回檔 就是你的機會 你的機會 別人的危機就是你的轉機 趕快跟我來操作 OK沒問題 建成老師幫你把方向都點出來咯 想跟著建成老師 我們一步一腳印 富貴穩中求 沒問題 現在被殺出來的自憂聲 就是你撿便宜獲得好機會 全新的大老鷹專案 建成老師幫你準備好了 來加入我們的Light群座 小老鼠HIH888 對話框直接留言 我要大老鷹加1 全新的大老鷹專案回饋給您 小老鼠HIH888 直接搜尋對話框留言 再次感謝永成國際 頭股陳建成分析師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謝建成老師 謝謝甜心 謝謝各位 讓我古海大丈夫陳建成 帶你富貴穩中求 歡迎加入永成國際頭股 陳建成分析師 古海淘金的行列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 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